大家好 今天用猪肉做到美食 准备一把粉丝 用温水泡的备用 先把五花肉去皮 去皮后切成小块 再倒成肉末 放入碗中 加入葱花和姜末 少许的料酒 加点胡椒粉 一勺鸡精 一勺蚝油 用手搅拌均匀 再加入少许的盐 加入一个蛋清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至上劲 加点淀粉 用手抓拌均匀 准备两三菜切成丝 适量的泡椒切成圈放入盘中 再准备点姜片和蒜片 起锅加油 倒入切好的配菜炒香 倒入适量的清水煮开 加入少许的盐 一点点白醋 把刚挑好的肉馅用手挤上丸子放进去 全部做好以后用铲子轻轻的推动 提前泡好的粉丝放进去 组织这些丸子全部漂不起来就可以了 再撒点葱花 一道美味的肉丸子汤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肉丸子汤不油炸 更滑的健康 吃起来更鲜美下饭 老少皆宜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 做好 做好 下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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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Kenia